张秋仁在吃的方面很有心得 团圆宴席上一定会有牛肉的身影 酱牛肉 炖牛肉 炒牛肉等 都有着牛气冲天的美好寓意 张大哥打算用牛肉 招待众多难得一句的亲友 今天给准备了一个牛肉蔬菜包 牛肉蔬菜包 对对对 这次咱用的那个山东黑牛的一个签加 对而且这个肉质很紧实 是是 我第一个我要先把肉处理 我先腌制一下 像锤打铁锅那样锤打牛肉 把牛肉打成薄片 等到蔬菜的清香渗入牛肉 这个创意的饺子皮 就做好了 准备馅料 看好刚才贴下来的这个牛肉 把它切成馅儿轻轻地再剁一剁 张大哥 这个馅儿这个馅儿都有什么呀 馅儿里边有春笋 还有这个祭菜 春笋祭菜 乡春 这菜看着就有活力 迎春花 迎春花 非常鲜 因为我知道贵州地区特别喜欢吃这种花 对 这就是这个身边这个新手年来的食材 对对对 这个花呀 清香花 这要我们这个花呀 其实吃的时候 为饿水 要摘出 花 对对对 牛油带来牛肉特有的枝香 春笋 祭菜 迎春花等的加入 让牛肉馅料多了一点芬芳和色彩 也让整个菜品多了一丝浪漫的味道 等香味溢出到空气中 就可以制作创意饺子 也就是牛肉蔬菜包了 吃饺子是比较喜欢大馅儿的 要把皮大的放在前面 小的包包在里面去 这个你看我准备的牙签 一穿 对 肉啊在预热之后 待会儿它会受说 张大哥 那您就是一直是从事厨师的行业吗 没有啊 干了好多种职业嘛 都都换换的 做过水泥工 水泥工 跟别人开过店 做过面馆 开过民宿 也想创业嘛 一点点积蓄全部都给搭进去 就是这样 你说创业失败了 对对对 当时那种心情啊 说实话很痛苦 很痛苦 又回到了这个厨师这一块 我有一个小的习惯 平时喜欢锻炼锻炼 早晨起来 跑跑步 有时候就自己就鼓励自己 是吧 新的一天 用他的话说 他的人生就像正在锻造的铁锅 摔摔打打 过了二十年 不过幸运的是 尝试了很多行业的他 终于在厨师这个领域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如今他作为餐厅总厨 管理着四十余人的团队 也实现了他在这个城市扎根的梦想 牛棒骨 对 我们把这个牛骨炼烤得为滑为香 所以我觉您平时您喜欢研究菜 是 就是对菜吧 这几年就是特别喜欢 由原来的一个被迫性的 表现现在就是 原来谋生 对对 原来是谋生 现在就是说 由来我喜欢 碳火的炙烤 去除腥味的同时 还能带来焦香 把鲜香四溢的牛棒骨 放入清水中炖煮 一锅鲁汤就做好了 放入包好的牛骨 牛肉蔬菜煲 哎 饺子 饺子好了 我们要留一点那个汤出来 专门留这么一小钟出来 对对对 我们要运用了一个菊 哎呦 我这半天了没没看明白 待会儿我们还有 运留了一碗汁 加热之后再一淋进去 肉和米充分的融在一起